这里是圣经日日行第246天 硕果累累 人人都知道阿尔弗雷德诺贝尔 这是因为他创办了诺贝尔奖 但不为人知的是 诺贝尔还发明了炸药 除了是化学家、工程师和发明家 诺贝尔还是军火商 1888年 诺贝尔的哥哥鲁德维格去世了 一家法国报纸闹了乌龙 他们误把鲁德维格当成诺贝尔 并发出复告 复告谴责诺贝尔发明了炸药 其内容如下 死亡商人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博士 于昨日离世 诺贝尔博士的发明 使杀人变成了一件极其高效的事 他因此变得很富有 诺贝尔受到了极大震撼 他不希望自己以这种方式 被后人记住 于是决定将大部分财产捐献出来 成立诺贝尔基金 诺贝尔捐出了相当于 二亿五千万美元的资产 阿尔弗雷德诺贝尔有机会 在后半生调整方向 并有足够时间改写人生 你是否想过人生的意义何在 你该如何将祝福带给周围人 你该如何改变世界 让它变得更美好 要怎样活才能获得不朽价值 如何才能接出累累硕果 诗篇105篇12到22节 对神忠诚是前提 要想多结果时 就必须在困境中对神忠诚 在一切顺利时 对神忠诚比较容易 但真正的考验 在于当面临巨大诱惑和试炼时 你会如何做 诗人因神对他子民的信实 而感谢赞美他 此外他回顾了约瑟的一生 用硕果累累来形容约瑟的一生 实不为过 法老立他做王家之主 掌管他一切所有的 使他随意捆绑他的臣载 将智慧教导他的长老 结果 神使他的百姓生养众多 使他们比敌人强盛 但约瑟的人生并非一路坦途 尤其是在青年时代 一点也没有硕过累累的迹象 约瑟被当作奴隶卖掉 人用脚镣伤他的脚 他被铁链捆拘 约瑟经历了背叛 奴役 诱惑 囚禁 等一系列患难 但在所有患难中 约瑟始终信靠神 约瑟之所以能够对神尽忠 是因为他坚信 即便在最深的幽谷 神还是掌管一切 而事实上 依和华的话试炼他 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 约瑟不但在绝境下对神忠诚 对家人也忠心耿耿 约瑟原谅了对自己作恶的兄弟们 没有报复 甚至没有责怪 最终 忠诚使约瑟的一生硕果累累 主啊 感谢你对我的信实 请帮助我在面临诱惑 失望和挫败时 仍然对你忠心 愿我也能像约瑟一样 结出丰盛的果实 新约圣经 格林多后书 六章第三节到七章第一节 靠圣灵结果子 你的生命本该硕果累累 因为圣灵就住在你里面 你是永生神的殿 就像在旧约时代 神居住在圣殿中的制圣所一样 他如今通过自己的灵 住在你和我里面 圣灵要在你的生命中 结出丰盛的果子 即便在整个人类历史中 保罗也堪称是结识最多的人 保罗将自己看作神的仆人 他虽贫穷 却叫许多人富足 保罗所谓的富足 是只靠着基督 得到灵力的富足 即使今日 保罗依然影响着千百万人的生命 使他们的灵魂富足 在长达两千年的时间里 他的功绩一直在影响人类社会 并且还将继续发挥作用 直到永恒 如同约瑟一样 保罗也是通过艰苦付出 才结出硕果的 保罗列举了他所经受的种种磨难 许多患难 穷乏 困苦 鞭打 奸进 扰乱 勤劳 警醒 不实 不为人所知 似乎要死 似乎受责罚 似乎忧愁 似乎贫穷 似乎一无所有 在品味保罗的一生时 我深受挑战 保罗激励我站在一个新高度 来面对自己生活中的问题 在一切患难中 保罗始终对神忠心耿耿 他有廉洁 知识 又有横忍 恩慈 被圣灵感化 怀着无尾的爱心 传播真实的道理和神的大能 有人意的兵器 在左在右 保罗做到了诚实 并且常常喜乐 他说 我们似乎一无所有 却是样样都有的 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说道 我们向你们 口是张开的 心是宽宏的 保罗毫无保留地 向哥林多教会敞开内心 并希望他们 也能做到这一点 保罗说 你们也要照样 用宽宏的心 报答我 保罗坦诚剖析自己 他将读者 带到他灵魂最深处 向众人展示 内心那座 藏有无价珍宝的花园 保罗兢兢业业 耕耘这座园子 如今 他将这里的一切 展现在读者面前 要想在行事为人上 保持真实坦诚 就必须首先明白自己的身份 知道自己为谁而活 知道自己相信的是什么 以及最关心的是什么 贝尔格雷斯写道 人们总误以为 只有拥有幽默感 会斗趣 或者强势有力 才能赢得朋友 不 完全不是 你只需要诚恳 真实 如果你可以坦诚 分享内心世界 你的情感 困惑 挣扎 恐惧 你就赢得了听众 圣灵给我们自由 他帮助我们做自己 让我们生命结实的力量 就是圣灵 保罗不想让任何人 阻挡格林多信徒 接出果子 他切切地恳求他们 你们和不信的 缘不相配 不要同父一恶 保罗在前文中 已经清楚表明 他并不是鼓励基督徒出事 而是警告我们 不要和那些 拒绝接受神的人 有长期的伙伴关系 很多基督徒 都忽视了保罗的劝诫 他们和不信主的人 走进婚姻 渐渐远离教会 最终离弃真道 这样的例子 数不胜数 真是让人心寒 因此 让我们远离一切的 腐败和妥协 永远脱离他们 保罗继续说 亲爱的弟兄啊 我们既有这等应许 就当洁净自己 除去身体灵魂 一切的污秽 敬畏神 得以成圣 主啊 请用你的圣灵 和神的大能 来充满我 帮助我 能够更加圣洁 忍耐 良善 并以充满仁爱 和真挚的心 来对待周围人 旧约圣经 以赛亚书 三章第一节 到五章第七节 与耶稣亲近 才能结果子 神爱你 祂希望你能紧紧 依靠祂 祂希望你能 向祂身上 长出的一颗枝子 结出累累硕果 当我们对神 不忠实 我们这颗枝子 就有可能被砍去 再也不能结实 以赛亚写道 我所亲爱的 有葡萄园 在肥美的山岗上 他挖炮园子 捡去石头 栽种上等的葡萄树 指望接好葡萄 反倒接了野葡萄 我指望接好葡萄 怎么到接了野葡萄呢 我必撤去篱笆 使它被吞灭 拆毁墙园 使它被践踏 我必使它荒废 不再修礼 不再除袍 荆棘和吉利 倒要生长 我也必命云 不降雨在其上 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 就是以色列的家 他指望的是公平 谁知倒有暴虐 指望的是公义 谁知倒有冤生 以色列书前39章的 大部分内容 都是关于神的审判的 神走进了法庭 他坐在审判席上 审判自己的百姓 神提醒众人注意 以色列的领袖们 就要被带入被告席了 神的子民对神不忠 神质问他们 吃尽葡萄园果子的 就是你们 像贫穷人所夺的 都在你们家中 主万军之耶和华说 你们为何压制我的百姓 搓磨贫穷人的脸呢 以色列的权贵 享受着物质上的富足 但这却导致他们 日益骄傲 不道德和贪婪 以色列看到审判即将到来 当那一天来到时 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 地的出产 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 显为荣华茂盛 这座预言在当时那个时代 仅仅得到了部分应验 就像旧约的其他预言一样 它实际指向了耶稣基督 所成就的一切 耶稣才是耶和华发生的苗 是从神这棵葡萄树上 长出的枝子 而我们是从耶稣身上 长出的枝子 耶稣才是真葡萄树 和葡萄枝子 耶稣对神完全忠诚 他所结的果实超过任何人 甚至是约瑟和保罗 现在耶稣邀请你 成为葡萄树上的一根枝子 接在它的身上 不断结实 这果实是存留到永恒的 主啊 我希望过一个硕果累累的生活 感谢你 你让这个愿望成为现实 请帮助我紧紧倚靠你 对你忠诚 并且靠着圣灵 接触存到永恒的果子 佩博的补充 哥林多后书七章一节 亲爱的弟兄啊 洁净自己 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误会 敬畏神 得以成圣 在新学期开始之前 我的确需要洁净身体 不仅要戒掉巧克力 应该戒掉所有垃圾食品 今日兼聚 亲爱的弟兄啊 我们既有这等应许 就当洁净自己 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误会 敬畏神 得以成圣 哥林多后书七章第一节